欢迎继续收看最关心得愤的南岛新闻 为了让听你和医院众爱人士来到病医看病时 可以立即完成的照顾和交通 第三书团病医 特别配合文发布 推动医院党有优先环境的各位 第一来开释秋季的基本库庭 让病人来到病医看病时 可以感受到无差别的清晰照顾 好玩非常临近的事 是要了解老师的艺术 虽然过程当中 经常需要用夏礼来讨论 不过对仅仅是一位手艺来说 这些学员的表现 是让这多老师非常乐 哇超认真的 你现在看现场 你可以把它录影一下 你看到现场你就会很感动 有这么认真的学生 也其实很难找 而且他们在这一个月上课的期间 都没有在打瞌睡 没有一个人在玩手机 几乎每一秒钟每一分钟都在练手艺 为了让来到病医看阵的听力 和医院众的领寿 可以在到完生的照顾 批评白人的企业 因为讨论不好 造成顺利 特别保护文化部 推动医院优先 困境的价位 开设基本的手艺课定 让白人来看阵的时候 可以在到无差别的清晰照顾 台湾整个都已经变成多元文化 那实际上我想在多元文化里面 那当然包括我想到原住民 还有印尼 越南 甚至于泰国 我想这些既免越来越多 实际上我们会会碰到 有一些荣雅人士 甚至于耳聪 那个听不到清楚的 那在这就医过程的话 其实因为我们医院的一些 大部分的医务人员 可能都没有办法 及时给予这些病 隐缓一些就是及时的帮忙 所以我们才会今年的时候 就是刚好结合文化部的部分 来去办理一系列的课程 那一开始安眠学的时候 对那些一些聋哑的病人 我们真的是无法跟他沟通 因为我们比的他也许不懂 那学完这次的那个课程之后 觉得受益良多 就是我们临床上使用的话 帮助到很多的病人的 在就医的过程这样 就有时候就用手用笔的时候 有没有吃饭什么的 可是真正的手语的方式 我们也不太了解 刚好因为 借由尤老师来这边上课 然后让我们能多学习一些知识 跟那个手语真正的步骤跟方法 来表达一下那些让他们清楚这样子 透过病医的用心 不但让医护人员 有机会提醒足够能力 尽管了解的听众人员的需要 也站在白天的日程 去照顾每一位北人 后来到现场 曾有这一堂的所有听众人员一直说 这种扣定的基盘 对他们来到边医看买 有非常大的事实帮助 接下来有说 蔡王伯德